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险胜东道主澳大利亚 虽然小组赛曾赴于美国 但也惊出了对手一身冷汗 上一次1994年 中国女篮打进决赛但布迪巴西时还是队员的正威 这一次以主帅的身份站在场边 决赛在遇美国队 他在用兵上并不保守 李孟发烧无法上场的情况下 继续进行人员的轮换来与美国队周旋 中国女篮首发 杨立伟 黄思静 黄思宇 李月如 张如 美国女篮首发 切尔西格雷 诺伊德 斯图尔特 托马斯 威尔逊 首节中国队的战术相当明确 就是主打内线的李月如和外线的王思宇 本次李月如在篮下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他四投四中拿到8分 王思宇也在关键时刻 为李月如减压连突带头贡献了5分 首节6平之后 美国队占据了上风 本节战霸中国队13比18 落后了美国队5分 第二节一上来 武彤彤就率先投中3分 美国队打成3加1 郑威在中国队16比24落后之时 紧急叫暂停 重回场上 美国队的攻势不减 阿特金斯3分投中 武彤彤连得4分 帮助中国队急咬比分 韩序投篮之后加法 中国队一度将分差缩小到4分 美国队连续打反击 并收到不错的效果 虽然金维娜时候时刻投中压少3分 但半场比赛过后 中国队还是以33比43落后了美国队10分 值得一提的是 武彤彤单节得到9分 一边再战 美国队突然提速 中国队的节奏明显跟不上对手的脚步 进攻全面受阻之后 中国队单节14比25输掉11分 比分也直接被美国队拉开 三节过后 中国队47比68落后了对手21分 比赛几乎已经提前 失去了悬念 有些可惜的是 本就处于下风的中国女篮又损失了一名大将 第二节连弹9分 第四节又连得4分 受伤之前拿到中国队最高的13分的武彤彤 在中国队49比73落后之时倒地受伤 随之他无法参加比赛被抬出了场 最终中国队61比83赋予美国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亚军 中国女篮未能暴冷 美国女篮占到了最高领奖台 得分方面 李月汝得到19分12篮板 武童童13分 王思宇本场比赛进账11分 并送出三次助攻 韩旭8分6个篮板 杨丽维3分4次助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